外國人 歐北來 對 趙斯蘭 你在跟著你 各位王 再搖了再搖了 宣布跨年開場遇地震 陳生和普洋馬翻車很長坐 沒想到人生生哥還有沒做過的事情 陳生23日在記者會宣布 華人公寓演唱會再戰跨年場 也創下25年跨年夜開場的紀錄唷 29日他將過60大售 主辦單位也送上三層大蛋糕 主角面線以及60隻滑雪祝賀 只不過呢在拍照時卻突然 陳生說還怪怪怪 歐北來 陳生 你在跟著你 各位王 再搖了再搖了 再搖了 我們除非目睛 我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認識 是願祈願 全台灣大家都拚了 還蠻真正的 還蠻沉重的 還蠻沉重的 然後 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天在說話 感覺到不是很想要繼續大肆慶祝 因為最近事情發生太多了 是啊 你有關心那個 最近普悠瑪出軌的事情 普悠瑪最常做的 一天到晚去台東 瑞瑞 瑞瑞是我們最常去的地方 不是寫了一個水尾油便車嗎 要去渡市就要坐普悠瑪 都學在歌裡 我就覺得台灣人 其實才蠻 蠻憨 跟苟且的 得過且過啊 然後不求精準啊 不求喪盡啊 不求聖結 台灣人 確實有一點 在這一點上落差 但你會覺得 如果要上十本人這樣 那不是很緊繃嗎 哈哈哈哈 這種不好的事情 確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碰到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想一下 語樂當新聞報導